好 各位朋友 回到第二節的黑龍賴 今天的題目就是黑龍賴之精神分析 抽水門 今天有Nelson和我們一起去講究竟精神分析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 一些思考去解一下 要解一下 抽水門 對 抽水門就是被人非禮的案子 上一次講了一些很基本的框架 就是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有一種欲望的關係 你又講到那些Nirotic的 觀能症 其實就是他欲望不夠 即他沒有了欲望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全部人都是觀能症結構 但要找到分析師 他想去找 就是因為他開始發覺 他一向的欲望對象已經開始有些過期 Expire了 哎呀 糟了 其實抽水門是不是都有同樣的效果 絕對是 所以你找精神分析師的另一個選擇 就是你不找精神分析師 你會找一條女兒你喜歡她 都可以 其實可以的 所以今天我記得我看《蘋果凍生文》 你才可以繼續欲望這個人 你才有大家的關係才能保持到 我們現在說回 現在我們有些欲望 有些距離為自己欲望 但為何會有風化案呢 是否欲望過多 有些人會說 就是因為這些人受欲過性 所以見到那些女人你就忍不住去找她 那些勤修的行為 違背了我們人類的道德 是否這樣說呢 可以 不如把邏輯反過來說 更好 因為其實 嘗試反過來想 為何動物沒有風化案 即是人類就有風化案 為何動物沒有風化案呢 這個反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會指著 貓頭鷹搞貓頭鷹 鹿搞鹿 我們就說 嘩 強姦 強姦啊 非禮啊 我們不會 貓叫春的 貓鬧會叫春 叫得很瘋了 貓公就爆了 好像猛獸一樣 爆出來 這樣撲出來 我們不會說 嘩 真是 真是不道德 公眾場所做不道德行為 這樣 這個我們值得深思的 因為為何在動物 即是我們見到動物 我們不會入 我們見到人 我們即刻就可以聯想到 這個就是風化案 這個就是不道德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去想的問題 那從這個 怎麼想呢 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去看 而我們在社會裏面 作為社會的人 這個是the camion term 社會人 一個社會人 一個社會人 社會人 社會人 其實我們 如果用精神分析來看 一個社會人 就是他接受了 這個象徵系統的閹割 回到第一節 剛才說的 如果接受了整個象徵系統的閹割 那就是一個社會人 那象徵系統 剛才我們說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圍道 就是說他粗口 你知道是假的 你知道是流的 可以是 所以你就可以說行濕笑話 那你就知道跟我做 就很不同 那若然你真做 那你就馬上覺得 嘩!很嚇驚 但是這個邏輯就是剛剛好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語言就會告訴我們 不要非禮物言 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總之非禮的事不要做 是 或者說 尤其現在我們的社會 經常說好 一件事 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尊重女性 是 不要在別人不同意下 見人的身體 你要叫不好 但是很有趣 在整個社會裏面 我們知道 或者我們所謂說的 這些道德 或者諸如此類的 規條 大家試想想 某一個現在說 要去選特首的人 他都有很多課外活動要做 但是他現在都要出來 提出那個規條 但是大家就知道 他跟說粗口沒有分別 為什麼 因為他講完 他背後就做過一些事情 這個其實 就算他 大家傳媒還未爆他出來之前 他都是說自己是正人君子 他不會說自己是 如果他不用不爆他 他為什麼會這樣出來 所以其實大家知道 整個律法 即是語言給出來的律法 講一下 即是說 我是正人君子講一下 都OK 這個真做 你有沒有全天候 360度的攝影機 管著一個人 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真做 你都知道有機會不是真做 所以這個就是語言的無能 其實語言它本身是無能的 但是就是因為語言的無能 才能啟動到自己的能力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為什麼這麼吊詭呢 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這個 就是他的deficiency 就是他的 他的 決策 他的欠缺 或者用拉康的語言 叫做 the lack of the lack of the lack of 大他者的欠缺 就是語言的欠缺 就是啟動到語言 啟動到大家的欠缺 啟動到語言 啟動到大家的欠缺 因為欠缺 欠缺是一個movement 欠缺就是運動 欠缺作為運動 欠缺作為運動 即是說它令到社會 那個象徵層面 不停再生產 大家有欠缺才可以再生產 例如這個杯 都要做出來 人是有欲望 做出來 這個世界的萬事 萬事萬物 多人做的事 多人做出來 那人 為什麼要做些事出來 因為人有欲望 我們想要這個 想要那個 對 想要這個 想要那個 因為想知道律法 想要什麼 知道律法 想要什麼 因為很簡單 大家就是想測試律法 測試律法 想知道律法是否真的 其實我們很有這個慾望 譬如我舉個例子 小時候 媽媽跟你說 做人 不要說謊 要手信 但是大家看很多 電視劇集合好 或者切身處理都看到 很多很多父母 講完都不算數 他們頒布律法 但是 反而頒布律法的人會怎樣 首先就是自己犯法 大家就看到 所以大家就很想測試律法 這個就是 你發覺大他者 因為大他者 需要找一個人來頒布 就是 律法雖然有人頒布 你發覺 但是頒布 不是律法的問題 是他 在律法的一個執行者裡面 是有問題的 出現的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律法本身是不穩定的 人類就知道它不穩定 所以人類就很想 其實人類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一個element就是 驅力 Driver 在精神分析裡面 這是在佛羅伊德語 是的 驅力 驅力就是 如果去到拉肯 定義就是 就是說 要將 符號系統裡面的能子 達到一致性 人有個力量 希望一些東西 是 是一個實體性 你想講粗口 就真的等於說 就是做的 是做的 就是言行一致的 人是想有實體性 是 有實體性 人的慾望就是 在於他希望 所有東西都是correspondent 就是溫溫的 這個是 驅力 慾望就 再高一個層次 再高一個層次 慾望就去到 是 Drive和Design是不同 不同的 Drive就是 要希望那個 objectify 就是被對象化的 外部對象 是一致性 但是 慾望是什麼 慾望再瘋一點 慾望就是希望 透過這一致性 去看到自己是什麼 嗯 所以慾望是對峙我 嗯 是一個主題構成 是的 驅力就是向外部 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concept 不同的 這個就搞清楚 但是 慾望他本身就是因為 他就是希望透過 這一個 很簡單 如果我發覺我 我驅力 要求他不行 那他就反過來 就是 到底我 我會做立法者 嗯 我自己做立法者 我自己來承傳他 嗯 有很多瘋的人 都是這樣 是吧 其實法西斯那個狼緝者 嗯 這裡出現了幾個 term 比如Drive Beside 驅力 慾望 然後有法律 是法律 可能是一些社會規限 或者是道德 嗯 那這些東西 這一堆東西 可不可以用回非禮愛 那裏 譬如 一個普通的男人 他有一種驅力 就是想 即有一種驅力 就是粗口就是 man it 嗯 然後他有一種什麼 慾望 然後這種慾望 在平時是怎樣運作 然後去到非禮的時候 是怎樣運作 然後又怎樣呢 究竟是 可不可以用回這些東西 說回來呢 其實我 我會常常用一個 很好的例子 就是 其實那個女人 對不起 那個女人 其實 我們在動物界 就是 我們見動物 狗 貓 他們不會玩制服誘惑 譬如 我們現在見 前一陣子也有 有一個 香港的 很出名的男影星 又開始 又拍照 就是拍照的人 攝影師又有攝影的習慣 攝影師也有 攝影師也有 然後叫他穿在校服 在這裏想 其實他不是貓貓狗狗 貓狗狗 貓狗狗 不會叫穿校服 他不會care 穿什麼衣服 是的 那這個慾望對象 就是 你見到這個慾望對象 其實他作為了 可以提 即是 可以將你的慾望 Evoke出來 即是召喚出來 他本身是透過 他象徵 他令到你 他形象化裡面 他一定是透過了 某一個形象 然後這個形象 給他出來 告訴你 我是僭越律法 我是僭越律法的 校服代表什麼 少女 未成年 還有很重要的權威 學校權威 為何這麼多 是否叫痴漢 痴漢 對校服 這些人這麼著迷 其實跟律法不是很有關嗎 嗯 制服誘惑 今次有個主角 裡面也有一套電影 叫制服誘惑 我記得 扣你50分 我看過 很好看 你有空上youtube 叫制服誘惑 馬X 馬X中 是做過這個男子 對 他曾經是這個 風月現景的主角 那一套不是三級的 不是三級 不是三級 有味而已 但是很棒的 其實你想想制服誘惑 就是這個問題 制服誘惑 因為剛才不是說 禦網一定要連法來講 是 那麼 那個律法本身就是 它一定是 下達一個prohibition 一個禁令 下禁令 然後禁令提升了你那個 簡單來說 你越不給它 它就越想要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其實這個禁令背後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如果 如果 refer回去 其實就是 說著 這個 康德講的治律 不是他律 不是他律 你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 給了很多事情 的 控制 規條 規條 即是 有人說正人君子 那是別人看著他 做正人君子 這樣就不是真的正人君子 因為這個人如果沒有人看著他 可能發脾了 就是強姦人 但是 這裡就很有趣了 但是這裡 為什麼他被什麼控制了 他是被他人的目光控制 那個就是規條 為何唐英年是正人君子 就是因為他被人盯著 是的 然後他被人看著 他都要扮正人君子 然後 我真的終於扮不到 他都要扮 其實我都還可以試一下做正人君子 是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這些這樣的新聞 大家看不看到那個律法是誰 誰下禁令 嗯 其實是誰 就是社會大眾的一個禁令 這個應該是 再precise 一點是媒體 哦 是的 媒體每一次就是他審判的 即是他審判 即是判那些什麼 判官 媒體就是判官 他每次做判官 所以他應該比真正的法官 其實現在是的 是的 是的 因為其實尤其 我想《蘋果棟新聞》有多久 有一年 不是一年了 很多年了 我想幾年都有 幾年? 有啊有啊 但現在是瘋了 有兩三年了 其實他是做判官的 嗯 但他邏輯再玩得瘋了一點 他已經不是那個 以前律法下達的 因為 即是他不是說 你壞了 他不是這樣 他是把事情慢慢做出來 慢慢做出來給你看 是 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 在現代性下 即是 post-war之後 即是 二戰之後 二戰之後 整個 這個意識形態 或者是 律法的形式 是很不一樣的 嗯 和以前的社會很不一樣 尤其 現在這個社會更加厲害 的 形式很不一樣 那個形式 以前那個形式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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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個 講座裡面 他說 以前的父母 是說 要你去探望你媽媽 我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你總之要去探望你媽媽 傳統的爸爸 這個傳統 但現在一個新興的 post-modern father 是怎樣 是 兒子 我很愛你 你媽媽那麼疼你 我不管你自由 你喜歡去就去 但你媽媽很疼你 其實現在是這樣的方式 不如我 都快完美 我們一會回來講講 方式 沒問題 下一次再見